几年前在飞机上偶然看了一个美国美食节目,一位大哥开着老爷车,在美国各地寻榜当地著名餐厅,走进后处看他们现场烹饪。 就是这位大哥 Guy Ferry,这个节目叫做Dana's Drive-Ins and the Dives to Rocket Hill Tavern,看了那一集他探访的几家店,发现对食材的处理方式无注意者。 原本的大肉多的海鲜,切成小块,加调料和酱汁搅拌,然后拖面油炸。 如此这般折腾海鲜,在中国人看来无际于抱歉天物。 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人的味觉系统里,这种繁复精致的油炸做法,已经算是最高利益。 对油炸食物的执念,已经显入美丽间民族的记忆。 无油炸,不美国。 最常规的炸物应该是薯条。 虽然在美国叫做French Fries法式薯条,但薯条已经被卖当劳肯德基,塑造成美国快餐的标志之一。 中国吃货每年消费9万吨薯条,其中70%都来自美国。 蘸番茄酱的薯条,只是最初级的吃法,美国人会在薯条上加各种调料。 常见的有酸溶薯条。 Garlic,Fries, 有的会扫干奶酪粉,或者浇上一勺融化的起司加肉末之类的。 一提到加州,某些人就会搬出汉堡表示自己的老司机身份,但别忘了他家,还有充满最恶感的 薯条还有其他变种,比如炸红薯条,炸薯条,炸薯脚,Potato,Wedges,牛牛薯条,Colid,Fries,以及国内卖当劳也在卖的炸薯饼。 Hash,Brown,有时是鸭成饼状,有时是较味松散的炒土豆丝状,游乐场加年华等地,也有寻风土豆炸内豆,Potato,古贴勒的签名,但我特意查了一下,这货是韩国人发明的,不能算是美国特色。 每家连锁快餐店的薯条都各有千秋。 To Delish,Colid, 如果说薯条算是欧洲的博来品,那么美国最地道的本土炸物都是炸鸡。 咱们一提到炸鸡,就想起带眼睛的白人上校老爷爷,带美国人眼中最美味的炸鸡,必是来自南方黑人老妈妈。 To Geyser,Colid, 请注意,黑人爱吃炸鸡,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不要轻易和你的黑人。 Holme,Colid, To Memo Generator,Net, 美国的肯德基总有融诡异的氛围,开在冷清的街角,店内昏暗。 顾客们大多是打包一个全家桶,从开车取餐的窗口带走。 偶然一次想要进店看看,发现除了有险懒散的店员,就是几个帮派成员模样的时刻。 To YouTube, 之所以生意不早递,是因为好吃的炸鸡,根本轮不上KFC。 如果你在美国南方,应该可以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他们最熟悉的炸鸡店,只在这几个州连锁。 如果有机会在夏洛特到格拉斯机场转机,可以去逼行站而买一份。 To Crown, Cum 除了南方,还可以去吃Church's。 这家店很有意思,全美都有连锁,但好像总是精准落湖各个城市的黑人区。 To YouTube, Cum 当然,也可以在随便找个KFC,和勇闯黑人区之间,找到妥协的中间地带。 那就是Popeyes,虽然和大力水手同名,但Popeyes卖炸鸡不卖菠菜,门店数量不少,价格实惠,而且能让你真切地吃到美食博主们笔下的外酥里嫩,肉多而不柴的炸鸡。 欢声,Popeyes就是比KFC好吃,图TopSimages,Cum。 据理说的炸鸡,大多是类似双鸡原味鸡的那个大小和部位,炸鸡翅要领开一个章节。 刚到美国的人都会被科普,美国没有新奥尔良考试,卖辣鸡翅,也只能靠麦当劳某年大发慈悲限量供应。 那么美国人吃的都是什么鸡翅呢? 答案来自尼亚加拉大瀑布门口的小城布法罗Buffalo,又叫水牛城,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布法罗鸡翅Buffalo,Wins,会让你吃下第一口之后,严重怀疑人生。 当年去看大瀑布之前,我特意寻放了发明布法罗鸡翅的餐厅Ankabar,ToStayPotBuffalo,Cum。 油炸的鸡翅,却裹着是碌碌的酱汁,透出诡异的红色。 一口下去,先是激烈的白醋酸味,然后是甜和辣,描述起来就这么几个词,但很难找到记忆里的味道了与之对应。 是一种突破传统中餐和西餐的味道。 布法罗鸡翅的固定搭配,不是韩剧里温情卖卖的啤酒,而是类似沙拉酱的赞奖和粗壮的西芹干。 ToStayPotBuffalo Cum 如果你可以面部改色地啃掉一盘Buffalo Wings 并主动要求把战将从Range换成Blue Cheese 来把奶唠口味 恭喜你成功赞上广大华人潭之色变的Culture Shock 这种魔性的味道 会和纸科唐家 胡椒博士汽水 为同小辣的Cheese 一起 成为真味杂陈的回忆 就在我以为油炸黑暗料理大概到此为止的时候 某次的致命土味牛排馆 Texas Rodehouse 等位 服务员给我们端上了装在试吃小杯杯里的一种裹着面的油炸薄片 毫无防备的一口咬下 竟然是油炸切片烟黄瓜 Fried Pickel 当时我就冒赞话了 To Wikipedia Granoco 烟黄瓜本身就有一股中国味难以承受的酸爽 不过夹在汉堡里的也能咽下 但油炸的做法 并没有让它变得可爱 反而更加纯粹的暴露了它的原味 之后听说的几种油炸食品 更是让我惊觉自己真是低估了美国人在食物方面的创造性 炸洋葱 仿佛盛开的莲花 是美食油炸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得名 Blooming Onion To Wikipedia Come 美国某些地方的人 也是吃动物内脏和各种气功的 而且是炸着吃 炸住耳朵 To Mopernus Og 炸鸡杂 To Flickle Takaoken Rocky Mountain Ten Oyster 洛基山生蚝 A G A 炸羊蛋 To YouTube Com 关于油炸下水系列 Coreal上有人解释 是因为南北战争后南方人很穷 吃不饱饭 动物内脏也不能浪费 而炎热潮湿的南方 用传统烤箱会把整个房子都弄得特别热 油炸在当时的条件下 是把食物弄熟的最快方法 后来日子稍微好过一点了 对油炸的探索却从未止步 还从南方普及到全美各个角落 每年夏天 各个州都会举办的 State Fair 心脏病咖啡 心脏病咖啡 意思是要么是被菜品下出心脏病 要么是高脂重油吃出心血管疾病 总之这个摊能让你永生难忘 杀除了 K-N-O-W-Y-O-U-R-M-M-E 咖 扎豆豆糖 Jelly beans 除了 Levingly 咖 扎棉花糖 除Tip Bars 咖 扎泡泡糖 除了 Nusefield Time 咖 咖 尚利奥 除了 Bot Morrison 咖 去市立驾 除了 Channel West Coast Guff 咖 炸黄油 To flick a glass cup 还有一种迷之技能 把叶泰饮品下锅炸 其实也是依托了面糊面饼等载体 但这个脑洞让人不得不服 炸啤酒 To stltoday Come 炸可乐 To flick a well red von Duhmann style 炸酷乐 Coolate 一种廉价的粉状浓缩饮料 因为泡出来的水五盐六色好绚烂好多木耳广受欢迎 To flick a lauren 炸马格律特鸡尾酒 To pinterest Come 很多美国人在论坛上极力撇清自己和其他油炸食物的关系 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想油炸一切 油炸美刀 To inger Come 当裹上鸡蛋剑 沾上面包汤 下锅炸菌 金黄酥脆空游牢猪 确实是跨越文化和种族的简单快乐 看 隔壁家小孩又被馋哭了 To get cat Come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 继续